好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已经勾短针 勾到这个记号扣的位置了 我们取下这个记号扣 大家看一下啊 刚刚这个是勾长针的位置 这个是一针短针两针短针 我们数到右边两针来 然后呢我们绕线 看一下啊 这两针短针不再勾了 我们就空掉空掉空掉两针 然后直接 挑这个长针 从底下挑啊横着挑 看一下 我重新再来 再来找一下这个入针的位置 我们就是不挑上面的辫子 在中间 直接在中间横着挑 横着挑 挑一下然后勾线出来 我们勾长针 稍微拉长一点 好勾长针 勾长针然后绕线 到下一针的时候 我们先从后面 穿过来 然后 再把它穿到后面去 然后勾针在后面带线 带线好 拉出来 然后绕线 再勾长针 这个就还是长针 第一针呢 第一针呢在外面勾就是外勾长针 后面第二针是在里面勾就是内勾长针 再看一下 入针的方法 这个就是绕线 然后在第三针上 横着挑 横着挑 下面这个大洞啊 横着挑 然后绕线 然后再绕线 然后再绕线 勾出来 勾长针 第三针勾好了 然后再绕线 从后面 往后面巧 这个是内勾长针 在后面 好这样就勾好两组了 然后我们第五针 还是在外面勾 绕线 第六针 然后绕线 勾出来 然后第七针 还是外勾长针 然后第八针 是内勾长针 绕线勾出来 绕线 然后第九针 绕线勾出来 然后绕线 第十针 勾出来 然后绕线 再下一针 第十一针 然后绕线 勾出来 好 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鞋头的位置 已经完成了 我们第一针 和第十一针 都是外勾长针 然后这个 它上面这个花纹 才看的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呢 我们 这边同样的 也是要控两针 一二 控两针 在第三针上 勾短针 然后一直勾 往后面都是勾短针 勾到这个倒数 第四针 第五针的时候 停下来 开始勾短针的 减针 一直勾到倒数第四针 第五针的位置 我们数一下 一二三四 好 第五针 第五针我勾了 勾了 我们拆掉 然后在第五针上勾 一针 未完成的短针 然后再绕线 在我们在 第五针勾完之后 我们不合并 在第四针上 再勾一针 然后绕线 一次性带过 这样就是一个 短针的减针 后面呢就是三个 不加不减的短针 不加不减的短针 然后勾好之后呢 我们取下记号扣 取下记号扣 然后跟第一针 给它引拔和并 然后绕线 好 前两圈 这里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前两圈 已经完成了 这个小鞋子 就已经有形状了 下个视频再来讲